不是那样的 安琪 你听我解释 我本想来给你一个惊喜的 来了后才发现别墅里出了事 我到处找你 刚才我还以为子萱是你 她一看到我就攻击我 我是自卫才抓住她的 子萱叫道 你说话 暗夜三更的 你跑来做什么 有什么惊喜的 你就是杀人狂 否则你怎么进来的 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门被锁住了 高墙如果是事情发生后才来的 她是怎么进别墅的 我才不相信她能翻墙进来 我是从后面的一道暗门进来的 当初设计别墅时 为防意外 除了前门外 我还在后面的墙壁上 开了一道不起眼的暗门 颜色和墙壁的一样 我有钥匙可以开门进来 你骗鬼 我们早就看过了 后墙 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门 安琪 你别相信她 子萱生怕我被高墙的谎言打动 我当然没那么笨 轻易相信高墙 我对她说 高墙 如果你是无辜的 后面又有暗门 你赶紧出去 报警 好不好 这里 手机没信号的 报警起码要走出三四十公里 就算是开车 也要半个多小时 我怕你在这里不安全 你相信我 笑话 你在这里 我们才不安全 子萱冷冷地说 那好吧 我去报警 安琪 你保重 高墙无奈地说 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和子萱 还是不敢开门 怕高墙走远后 又悄悄跑回来 金色渐白 黎明即将到来 我还抱着一丝希望说 子萱 你说 高墙有没有可能 不是凶手 子萱坚决不认同 不是他 还能是谁 可是 我总觉得 他的杀人动机不充分 子萱看了我一眼 嘴角满是不信 你不知道吧 他以前 就是少女杀手 专门勾引你这种 不完事事的少女 你不是第一个 早在你来我们公司之前 他就勾引了好几个 而且 每一个有好下场的 到最后 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踪 我叹息了一声 心里很不是滋味 谁愿意自己的男友 被别人看作 完事不公的情长杀手呢 还有 高墙这个人是变态的 连杨小姐这种老男人婆 她也要 说到这儿 子萱竟然有了几分笑意 安琪啊 其实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可惜你在热恋中 也是 高墙看上去 一表人才 平时装出一副 绅士模样 在公司呢 又有点权力地位 很容易 讨小女孩的还心 我估计 菲菲和小薇偷偷劝过你 你没听进去 对吧 嗯 我疲惫地坐下来 无力地靠在墙壁上 如果 我早一点听 菲菲和小薇的话 也许 他们就不会死 子萱还在喋喋不休 我听说 有一种人 天生就是杀人狂 喜欢折磨人 和虐待人 从而获得快感 我认为 高墙就是这种人 子萱正说着 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砸门声 一个尖锐的铁锹头 透过木门 穿了进来 我和子萱吓得尖叫起来 手忙脚乱地 想要堵住铁锹 却无济于事 铁锁虽然牢固 可房门的木板却太薄了 禁不住高墙反复破坏 没多久就被他倒出一个大洞 我和子萱只能后退 任他伸手 打开了房门 此时的高墙 看上去很恐怖 整个人仿佛一头受伤的恶狼 一双怒气冲天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子萱 你们天天编排我的坏话 说我和杨小姐有一腿 破坏我和安琪的感情 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今天你不说清楚 就别想离开这里 子萱躲到了我的身后 结结巴巴地说 不 不管我的事 我 我也是 听他们说的 我虽然也害怕 但到了这个地步 也只能壮着胆子说 高墙 那你告诉我 你和杨小姐 是不是清白的 废话 我和杨小姐 能有什么关系 我不过是想升迁 让他帮我在董事会上 说几句好话 安琪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是爱你的 我这一辈子 最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为了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相信我 安琪 我有些心动了 毕竟和高墙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很爱护我的 退一万步说 即使他真的杀了非非 小微 也是因为太爱我的原因 不想让他们分开我们 高墙 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我凝视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我也爱你 高墙的眼神渐渐柔和起来 无论你过去做个什么 我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是否真心爱我 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慢慢变老 一生一世都不分离 就算你是个魔鬼 我也心甘情愿和你一起下地狱 泪水轻轻地划过我的脸颊 高墙终于松开了手 铁锹无力地跌落到地上 我正想走过去 脖子却被什么夹住了 一把锋利的菜刀 轻轻抚摸着我的脸蛋 放开他 高墙怒吼了一声 子萱狂笑 放开他 放开他 我就死路一条 高墙 如果你不想安琪死在你面前的话 乖乖地 绑上自己的手脚 如果说 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高墙的眼神 早就把子萱随时挽断了 对不起 安琪 子萱的刀刃 划破了我的肌肤 我又惊又怕 脖子被饿得紧紧的 也不知道是因为缺氧 还是因为恐慌 头昏脑胀 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再睁开眼时 我躺在地上 高墙已经被绑住了 一脸怒容地望着子萱 子萱似乎很恨高墙 走上去 用脚尖猛披他的头部 高墙没有说话 只是怒目而视 怎么了 你不服 我最恨你这种眼神看着我了 你信不信 我把你眼睛挖了 子萱竟然真的比划着彩刀 想用刀尖去挖高墙的眼睛 我微微一笑 悄无声息地站起来 随手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 垫着脚尖 如猫一样靠近了子萱 显然 子萱没想到 我会这么快苏醒 完全没注意到我的举动 我伸出中指 竖在嘴边 对高墙做了个晋升的动作 然后 手高高扬起来 重重地 挥向子萱白嫩的脖颈 一击而重 仿佛古代形形的刽子手 手上的菜刀 准确地砍到了子萱静后的骨戏尖 连血都没有溅出几地 子萱艰难地转过身 静脖上 还插着那把寒光闪闪的菜刀 张开嘴想要说什么 吐出的全是烟红的鲜血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然后 他的身体惊软着 无力地 瘫倒在地上 直到死 他都没想明白 两只眼睛瞪得圆圆呢 我踢开他的尸身 捡起他手上的另一把菜刀 割断了高墙身上的绳索 高墙紧紧地抱着我 喜机而起 然后 他开始疯狂地亲吻我 额头 眉心 鼻子 脸蛋 最后 他终于找到我的嘴唇 我清楚地感受到高墙的爱 狂野 激烈 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 沾到了我的脸上 我相信 此刻的他 内心洋溢着无穷的欢乐与激情 高墙亲吻着我的唇舍 仿佛投入到一种忘我的幸福中 在时间为之停滞的瞬间 他突然用力地推开我 我微微笑着 唇边流着烟红的鲜血 这是高墙的血 我低下头 望着手上的菜刀 上面的鲜血正一滴滴地滴落到地砖上 这把刀 刚才也亲吻了高墙的心脏 为什么 高墙捂住心口 痛得站都站不起来 扶着橱柜 瞪着两只眼睛 不解地望着我 你没看出来吗 我不是安琪 我微微笑着 笑得很纯真 仿佛天真的孩童般 我是安琪 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杀人 我轻轻地走上前 再度扬起手来 菜刀带着一道优美的弧线 重重地嵌在高墙的脸上 一直到死 他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生的挚爱 亲手杀死 抱歉 安琪 我又破坏掉你的新恋情 我用菜刀在子萱的下体上 剁了几下 剁得血肉模糊 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浴室 舒舒服服洗了个冷水澡 换了件朴素的连衣裙 满悠悠地走出别墅 阳光很好 鸟鸣花香 深山里空气清新凉爽 我贪婪地呼吸着 时间对我来说是如此宝贵 我叫安雪 是安琪的第二重人格 但事实上 除了身体 我拥有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拥有的一切 独立的记忆和思维能力 我来到这个时间 一无所有 甚至连身体都没有 我只有在安琪疲倦的时候 悄悄醒来 借用她的身体 在这个世界中游荡 我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没有恋人 我唯一的嗜好 就是杀人 剥夺别人的生命 看着别人慢慢地死去 能让我产生一种 妙不可言的快感 这晚 安琪睡着后 我从黑暗中醒来 将大门锁上 开始这个血腥的游戏 菲菲是我杀的 她说了不该说的话 她对别人说我很丑 完全没有品味 小薇也是我杀的 她看到不该看到的事 她看到我勾引 另一个男同事 我本来还要杀了子萱 因为她老是抢走我喜欢的男人 意外的是 子萱竟然侥幸 逃过了我的暗算 还把我推下了楼梯 害得我撞晕过去 被安琪抢去了身体 可是安琪真的太懦弱了 竟然差点让子萱害死 幸好 危急中 她晕了过去 我再次请来 轻而易举地 解决了子萱和高强 我爬到越野车上 找出车钥匙 开动了车子 我将在另一个城市 继续我的生活 可怜的安琪 这次 她又会找到怎样的恋人 和朋友呢 我很期待 故事讲完了 我依然坐得挺直 心里却开始发冷 仿佛有股冷气 不断地从我背后袭来 还好 这只是一个故事 我甘笑着 安琪缓缓抬起头 盯着我 一字一顿地问 你觉得 这个故事 怎么样 很不错的故事 你这故事里的安雪 怎么看 很可怜 很可怜 安琪仿佛有些不幸 他杀了这么多人 你居然说他 很可怜 安雪 没一个朋友 没一个亲人 这样的人 还不可怜 他杀人 是因为他憎恨这个世界 生无可怜 只有鲜血 才可以让他感觉到刺激 本质上 他是这个世界的遗弃儿 无依无靠 自生自灭 可是 安琪呢 他不可怜 因为安雪 他必须不停地流浪 他所爱的人 他的朋友 都会被安雪谋害 安琪也很可怜 其实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 都很可怜 只是这个世界上的 一粒流沙 随波逐流 浑浑噩噩度过一生 最终离去的时候 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可惜一切都晚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慢慢地戳眼着 也许你说得对 安琪放下酒杯 拨紧围巾 再次轻轻吻了下我 飘然而去 下次 你遇到我的时候 别再叫错我的名字 我不叫安琪 我叫 安雪 我摇摇头 现在的女孩 真够精灵古怪的 我打开电脑 下意识地搜索别墅凶杀 四个字 一条新闻 跃入眼前 高级别墅凶杀 一夜 四死一失踪 昨天 在S市郊外的一栋别墅中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别墅的主人和三名女同事 当场死亡 另一名女同事失踪 据警方发言人透露 警方已经初步确定 失踪的女孩叫安琪 我匆匆看完新闻 惊起一身冷汗 抬起头 酒吧里空空如也 安琪已经走远了 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气